感謝梁媽媽 鼓掌感謝 各位記者女士先生 如果有什麼問題 要以典範這一本來回答的話 請邀客氣 有沒有現場要發問 我想問一下自己說 典範目前有多少人 那你修剪之後會有 騙多少人 整個調整能不能稍微聊一下 是典範當時在 總統府 人數是五位 現在也是五位 但是全部減薪兩成 我們全面的自動 減薪兩成 所以人事經費 我們的薪水 目前來講 五個人的薪水大概是 27萬28萬 這是我們目前 減薪兩成的一個結果 我們總統五位 專職員工 那再加一個公讀生 這是我們目前的 所有人事 預算經費 我們托胎寶雜誌 目前每一個月 如果是市企來算的話 大概要24萬 23萬左右的 發行的費用 跟邏輯的費用 那改成雙週刊以後 我們大概可以把成本 控制在12萬以下 這是我們目前 固定 必須要發揮的經費 那加上未來如果 還有租金 還有水電開銷的話 一個月只抓 53萬到14萬左右的 預算的經費 這是我們目前的情況 那我們也希望 這一筆募款 是一個 支運編辦六個月 一個期限的一個募款 到明年運作二月為止 那接下來我們希望 以後如果 未來的便利果連線四億人 當選人 如果能夠勤起力量 繼續合作 每一個人 支運他們助理薪水的一部分 來支持北半運作的話 希望這樣北半以後 後繼有人 有更多的力量跟奧連 所以不用跟社會募還 可以 可以繼續運作下去 所以這是目前 從我在這個 接任北半以後 我們除了從 租金比較貴的 管前路 搬到這邊以外 目前對開工事的運作 做的決定 那在上個禮拜四 我去見 陳前總統的時候 我也把我所有的 規劃的方案 這些全部都是我規劃的 一些方案 跟他做說明 他也相當的支持 相當的肯定 那也跟我們的 海大德蘭基金會的 董事長陳唐山 他願意收留我們 讓我們典範 讓我們典範 在凱塔德蘭基金會之下 繼續 陳前總統 陳前總統之命 獨立運作 給我們一些 可以好好 運作的空間 我們也很感謝 但是在財務資金的困境之下 我們目前 海大德蘭基金會的本金 三千萬是不能動的 所以我們每一年 大概有三十多萬的利息 這三十多萬的利息 基本上也不夠我們 支應我們基本的開銷 所以我們必須要跟社會募款 但是我們並不要募多少 我們只要募半年 目前所需要的費用 到明年二月 這四百萬的經費 只要我們的募款 達到這樣的 兩千人 每一個人兩千年的 這樣的一個額度 我們就會對社會公布 不要再去垮了 讓我們典範可以繼續運作下去 到明年二月為止 那希望到時候 一本一口雷縣市議員 或者以後要參選立委的 一本一口雷縣的立馬委員 能夠去支應這個 管農品搬運作的 可能的需要的經費 這是我目前的規劃 也能跟各位做說明 那這些是取得 曾經總統的一個支持跟同意 所以我大膽這樣子 來採行這個計畫 這個這樣子處理 謝謝 所以請問一下 典範短期內 不會有搬家的打算 那如果說半年後 那個募款狀況 四百萬的募款狀況 不如預期 有沒有打算 翻價這樣一個規劃 我們 在典範的運作 重視我們的社會各大眾的募款 如果募的 不如力氣 我願意到 社會各界 去跟人家借款 來支應典範的運作 至少要維持到 明年一月的運作 我想典範的運作經費 基本上 還是有一些人 願意伸出援手 讓我們可以度過難關 那接下來以後 真的 典範的市議員 參選的 應該會有大幅度的 百分之八九十的 當選距離 我認為這些市議員 候選的包括 知名兄 都當選了以後 群集意料 應該可以支應 未來 典範明年一二月以後的 正式的運作開銷 或者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想典範一定會繼續做下去 一定會繼續走下去 只是我們在這個時候 這個難關很大 我們目前的經費 大概可以 過到 九月中下旬 這是我們目前的情況 那希望社會各界 能夠支持阿扁 挺阿扁 能夠幫我們 對台灣盡一點心力 為阿扁盡一點心力 讓典範繼續運作 我們不會操我們募款 超過得度我們也拒收 但是我估計就是 每一個人兩千人 兩千人為目標 做我們第一期的規劃 跟計畫 謝謝 好 各位記者 女士先生 你還講到說 個人借款 就是用你個人的順帶借款 那就是 你會跟總統講 另外總統 有沒有跟你講過書 沒有 沒有 我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一面募款 不是短期間 一天兩天就馬上可以募到款 尤其是續訂這樣的一個 本來寶雜誌 這個都是 訂戶都是陸續訂進來的 畫破進來的 這個大概可以一個月左右才看得出 報品有沒有成效 所以 當時 我沒有辦法跟陳建中總統 保證說 我到底能不能付到款 也不能不能讓我的訂戶 能夠續訂 能夠維持我們的基本開銷 所以 我認為 我還有這個Credit 可以跟一些 企業界的朋友 可以週轉金 我可以借錢 來讓北半繼續運作 至少 一定要撐到 今年12月 這是 我目前 有能力對社會大眾保證的 北半還是要繼續運作 但是 我也整容這樣仔細 全力停滑邊 希望 台灣人的命令 能夠站出來 一起停滑邊 謝謝 還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非常感謝 謝謝 各位記者的理事先生 今天記者會 這邊結束 好 我們記者會結束 感謝 非常感謝 感謝